做组织就是 各个小组里面针对党员的经营 第一个从服务 我们服务从什么开始做 从那个往生党员的付旗 付官付旗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一张党旗付下去 送走一个党员 希望把他家里四个儿子都吸收成党员 用这种方式来感动 然后那个咖啡厅 柯文哲讲这个小小咖啡厅 我以前在桃园党部都做过 我设了好几台咖啡机 就是有朋友从经过中立火车站 就上来喝免费不用钱 这钱谁出 我们想办法去募款 对不对 可是他这个是要开小小咖啡厅 还要开公司 要经营 要盈利的 你到底是要盈利 还是要经营组织 不知道 所以他今天就讲了 这个有想法 我们选举完以后 有千千万万个想法 只是还没有做法 胡扯 陈佩琪就讲了 我9月27号退伍 先生想要经营小小咖啡厅 所以就把这个主意 动到我身上 就是指陈佩琪身上 他怎么会不知道 怎么会有想法没做 不是开始做了吗 已经开始做了 已经开始有做法 有执行的行为了 只是陈佩琪说的 被人家告了 所以就打算要注销 这不是想法而已 这不是意图而已 这已经开始做了 所以我才说 柯文哲 你看他的表情 你什么时候看到柯文哲 面对群众 面对记者是这种表情 都是那种 你讲什么 知秋对决 要不要来拼 柯文哲今天呢 今天一脸真的是 我说这样 真的是 那个好像是突然间 不知道该讲什么了 突然间 他今天脸是很难看 超难看 而且今天早上记者 督麦说他说什么 你知道 不要再追 我要生气了 对 我要生气了 记者问他 我要生气了 很少看到柯文哲 面对记者是这样 所以表示什么 今天这个政治现金的状况 不管是漏报福报 不管你太太的公司是人头 还是说用别人的名义来开公司 或者小草咖啡厅 到底是要经营组织 还是要盈利 不知道 因为现在连柯文哲 自己都一团乱 所以柯文哲 记者会结束后 赶快离开现场 为什么 不能再问 不能再说了 柯文哲什么时候逃避过记者 柯文哲什么时候 不对问题来做 非常犀利的答复 今天的柯文哲 真的不是当时 意气风发的柯文哲了 为什么 事情太多 讲不清楚 只有一个办法 赶快离开现场 请教阿苗 这个母姐会出手了 出来救驾 救科 到底有达到效果吗 这个母姐会出手 要来救科之前 这个有很多的细节 恐怕要先了解 说辞要把它先对好 要不柯妈妈说 我们柯文哲很乖 他不会做不好的事情 他如果做不好的事情 晚上会睡不着 如果佩琪又出来讲说 柯文哲最近晚上都睡不好 对 这就没兜拢嘛 兜不拢嘛 对不对 那更不用说 陈佩琪他出来自爆的说 用别人当人头开公司 就后来马上就说 什么别人 是你儿子 对 什么别人 那还没有对好资讯 这个别人是谁 对 那整件事情你看 是不是火越烧越旺 对 本来说 柯妈妈跟这个陈佩琪 医师出来讲应该是要灭火 结果添加了新的柴火 对 而且你可以看得出来的话 他们的法治观念都很低落 包括了陈佩琪医师 竟然可以觉得说 用儿子当人头就可以 规避公务员不能经营商业的 这样子的规定 对 然后现在呢 柯文哲也被人家看到啊 说这个竞选总部单据 对 本来以为说只有900万有问题 现在已经到了2000万有问题了 通货膨胀如此严重啊 两天之内变两倍的金额 会不会明天后天又查出什么 这我们还不知道啊 我们也在看到了 之前大家讲的这个 所谓的木可公司 今天突然发一个声明 然后就说 要结束营业 我就觉得奇怪了 前两天不是还有很多人 帮柯文哲护航说 这个木可公司是正当做生意的 行销公司吗 对 怎么突然结束营业呢 因为要互科就要结束营业 不就更加证明了 这就是你柯文哲 柯友友的公司吗 对 为了要救驾 现在整间公司 要给他鎖掉嘛 对 断尾求生嘛 对 所以我跟你说 柯文哲身边围绕着这一群人 真的是大有问题 包括说这个 也许这个陈佩琪 没有法治观念 对不对 包括说他用了这些人 端木正 今天他们把问题都推到他身上 说是他擅自调节 但其实不是调节 我们包括政治现金都知道 你要跟监察院上传 每一笔账的时候 你知道多严格吗 他还要你 把每一笔账都做成一张A4纸 把单据贴在上面 你才能上传 所以今天黄珊珊又讲 没有人做假账 那请问你 尼奥 石乐 跟木可这些公司的单据 怎么上传监察院 怎么上传了 你就告诉我这件事情 结果讲不出来 这个端木正 今天被指为做假账的元凶 你知道之前柯文哲用他当什么吗 之前柯文哲用他当富邦金控 是否推荐的读董 去当读董 富邦金控是否推荐的读董 竟然是个做假账的会计师 现在我们原来柯文哲来告诉大家 他是这样的为人 这样的品性吗 富邦金控的读董 每年是领几百万的薪资 结果柯文哲现在告诉大家 是做假账的 当然能接受吗 李文中他旁边财务长 今天厉害了 开记者会 前一秒讲 这个箱子里所有文件 都是我亲自签合的 后一秒讲 关于单据的事 我完全不知情 对 简后矛盾 我就问 这是什么水准 我告诉你 我们用的公读生都不会这样 对 完全没签保没担当 你亲自签合 你都不知情 他要签什么 你知道柯文哲之前用他当什么吗 用他当北捷董事长 北捷董事长 李文中他高中同学 柯文哲用这个什么都不知道的人 当我们北捷的董事长 刚才国动兄说难怪北捷亏这么多 你知道这个李文中当北捷董事长的时候 因为北捷亏很多 他想了一个妙计要救北捷 去卖咖啡吗 卖咖啡 你看他多爱卖咖啡 那他还为了要让自己 当这个董事长当的舒服一点 他还花了三百万 去整修他自己住的那一间房子 柯文哲用的就是这种人 都是酬庸的 而且今天发现都是没料的 他包围在他身边的 有妈妈有太太 我们当然祝福他们 感情都非常好 可问题是 你其他用的这些 阿里布达的人 你对得起你支持者吗 今天我们看了一整个记者会的时候 我真的看了非常惊吓 原来在一个竞选总部 我想我们这里选过去就知道 一个竞选总部里面 有两件事一定要是真的 第一民调要是真的 不能自己走假民调骗自己 第二所有的钱 收入支出单据清清楚楚 一定要是真的 因为清廉干净的钱 是政治的根本 结果柯文哲 民调也是假的 单据也是假的 那他整个竞选总部 还有什么是真的 全都是假 就是你看到他这个 而且你在比对 他在选前蓝白盒的时候 他有解释他为什么要蓝白盒 今天一比对 冷汗直流 财政部主计处 负责做账的 负责算数算数字的 如果柯文哲 他真的蓝白盒 然后他当上副总统的时候 他财政部主计处 搞不好推荐这个李文中 对啊 搞不好推荐这个端木正 这个做假账的会计师 做主计长吗 多么可怕 对不对 然后让这两个人 在那边搞半天之后 然后他在派什么 黄国昌当法务部长 对不对 都不用查 因为你看黄国昌 他现在也没有在帮忙查 这个他错假账的事情 你讲的是惊悚剧 很惊悚 太可怕了 还有金管会 所以我说 有的时候 柯文哲这个人是这样 你长期研究他 你会发现 后面发生的事情 对照前面曾经发生过的事情 你就冒冷汗 你想说 天哪幸好当时 他的计划没有实现 不然的话 你看我们国家 这个很多民众 都信赖柯文哲 很多民众支持柯文哲 相信他讲财政几率 相信他讲七点半上班 相信黄国昌说 每一笔钱都查得 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结果今天 看出来 从家里 到竞选总部 到党里面 根本没有任何事情 是他弄得清楚的 是 阿淼讲的 这是政治惊悚剧 柯妈妈 还有这个 陈佩琪呢 出面护航了 但看起来效果是有限的 姐妹哥怎么看 因为还有包括 黄国昌 黄国昌呢 他也说 这个相信柯文哲 问题是 现在还相信得了吗 再来呢 他说他也不知道 对于木可也是 毫无所惜 那问题是 现在好像看起来 用不知道 就可以撇清 所有的责任吗 太离谱了 太夸张了 这是 这个是 黄国昌过有的 这个起手事 任何一点点小事情 大家眼里面 变成是所谓的 跟贪污 或者是跟这种 所谓做假账的时候 他的口气是 太离谱了 太夸张了 请问一下 这个数字 说真的 2000万 也不是一个小笔数字 随便装修一个 就是我们说的 这个经营总部 一千平均每个 单价14万 这也不是一个小数字 一千多万的装潢 这也太不合理 这些都不是小数字 你黄国昌 面倒柯温泽 你竟然没有太夸张 太离谱 让我觉得很失望 对 你这时候是 民众党的精神 给拿出来 如果今天 木可有事 那就是我黄国昌 离开民众党的时间 我听起来很棒